大家好,我是秋子 今天要回家了,在我妈妈这边 因为我妈妈明天要跟我大姨去贵州独栋那边参加一个活动 所以要上台表演的 她很多年都没有穿那个冻竹服装了 她的冻竹服装都已经比较旧了 所以说要我帮她去做一件那个新一点的冻竹服装 然后给她带回来了 现在让老妈来试一下 来 这个古老的冻竹服装 还有个宝贝哦 这个东西可贵可贵了 这个东西可贵了 而且还不能用那个盒子装 得用这个瓶子装 拆一下 很可能以后这个东西就留给我们两个 这什么呀 银链子呀 挂在衣服上面的 老妈去试一下那个衣服 你别小看这个东西哦 你知道这个东西多贵吗 一千多了 一千多 光手工费就一千六 就做这条的手工费就一千六 因为她这个东西 好久没穿这个 这个东西都是一根一根的 然后把它编起来的 在这边看看 看一下 做工比较精致 对啊 她一点都不能压 一瘪了就回不来了 每一个都是手工编的 这竹子也是手工打的 老妈的银子 老银是吧 老银拿去打的 纯银 就是老的纯银嘛 然后我们是拿去加工 人家就收加工费是吧 还有没有加银呢 有没有不够银呢 不加 就差不多 光手工费这一千六啊 老妈要穿上那个衣服 我来穿上 还有你的东西 我的什么 嘿嘿嘿 就是还有一点银子嘛 我就打了这个 我的啊 三个 我的是吧 你帮我带上 你自己来 三个 老妈拿银子给我们去 打那个银链子了 还剩了一点银子了 就打了这个银手桌 好看 老板说这个很时尚的 我觉得要不要夹一个 嗯 夹扣了就不好看一下它自然 因为这个又不够东西 挺好的是吧 这个是老姐送的 哇 谢谢你 谢谢老妹还是谢谢老妈 一起谢吧 手工费我租的银子是妈妈的 谢谢老妈 老妹 老妈要出来了 先衣服先链子 好 顿时年轻了 看一下这个链子 对这个链子就是这样戴的 不这里还扣一下 这是我们最古老的洞族服饰 这衣服好像大了吧 我大我老妈都是里面在穿一件 嗯 他说还有一件白色 还有一件绿色的 没做好 这个链子是这样挂的 这是我们最古老的衣服 就是以前新娘都是这样穿的 盛装了 嗯 老妈嫁过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穿过来的 哈哈 你那个你原来不是有一根单根的是吧 他们都要装装的去嘛 然后就做装的是吧 是啊 那老板说这个不能压 这个一压别的就不能修了啊 是啊 所以你要拿瓶子装 嗯 这个银还很 姐还有那个化妆品 哈哈哈 我给老妈带的化妆品 她说她不会化妆 口红 哈哈哈 这是口红 这是变色的那种 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是定妆粉 这是眼影 这是纯膏 也是口红 也是变色的 好像还有个打底的 这个这个 那来是过巴 那我们来印 那样改的 那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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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印那好了 那些嘛 印它 就这样子就 我拿着印 我拿着过 印 嗯 那样改了啊 那样改了啊 那样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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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老妈化妆 玉珠老妈演出成功啊 哈哈哈 那年要没 那年要没 表演节目的 哈哈哈 把这个收起来 明天早上 妈妈就要出发了 哈哈哈 玉珠老妈演出成功 哈哈哈 只要老人家喜欢 我们都是做儿女的 无条件的支持 是吧姐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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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